被电子设备监视的焦虑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因不明了的理由被某个非知的机构监视 这种可能是我们许多人时常做出可以理解又几乎荒唐的行为 比如说用粘纸遮住电脑的摄像头 关闭手机上的定位功能等等 这种直觉性的莫名的同时又极其普遍的状态 被心理学称为偏执 偏执是20世纪文学里的一个持续的主题 比如弗朗斯卡夫卡1925年的小说审判 是直到今天仍旧被认为是偏执狂T3小说的经典 偏执狂文学的一个特征是把主角设为 被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威机构迫害的受害者 此机构有可能是主角的幻觉 也有可能真实存在 更有可能是现实与虚幻的超现实混合 审判24年后 乔治·奥威尔出版了1984 此小说现在仍是反乌头邦科幻小说流派的一个代表作 它以大规模监视为主要背景 以主角被迫害为核心主题 在这段视频里 我把这种类型的文学简称为 监视偏执妄想文学 今天在1984出版70年后的2020年 我们现实的科技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里许多人指出戴夫·埃格斯的2013年小说《圆环》是1984的更新版 或者说是一部监视偏执妄想的当代化作品 尽管在写作和场景建构方面存在问题 《圆环》可能是目前表达当代监视偏执最直接的一部作品 这部视频短文分为上下 我将回顾1984讨论圆环 以及介绍一些让我们理解监视的理论 我不讨论故事元素 也就是不剧透 我将把注意力聚焦在科幻性场景设计 也就是虚拟事物上 1984里的概念可能现于众所周知 甚至已成为部分人的常用词汇 比如电幕、心话、犯罪思想与2加2等于5等 该场景的监视系统涉及于硬与软基础设施两种 简单的说 软基础设施是根深蒂固或机构性的行为习惯与认知概念的合成 例如场景中的思想警察 该组织的任务为识别与逮捕与INSOC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违背者 硬基础设施则是运行软基础设施所必须的物质设施条件 通称为技术 在这里我将注意力聚焦在1984的一个硬基础上 那就是电幕 用它来代表场景的监视系统 电幕是1984里的虚构媒介 一种闭露电视、直播电视与单向广播的结合体 电幕在场景中普及于公共场所与私人住宅 包括主角温斯顿的家中 作为电视 它不断直播着政府的宣传片 无法被普通人关闭 作为闭露电视 电幕时刻被思想警察看守 即使它没有夜视能力 电幕麦克风的敏感度足以捕捉周围人的心跳声 因此即使在黑暗中 人们也无法脱离被监视 没有人知道思想警察在何时看守电幕 所以在其视野范围的任何人 都会下意识地感知到他们时刻都在被监视 在现实中被通称为监视摄像机或闭露电视的技术是电幕的历史前身 有学者指出历史第一个闭露电视是由俄国博学家 李昂太雷明在1927年设计的 它的发展有限当时解安装在克里姆林宫的庭院中 最早的商用闭露电视系统Vericon于1949年在美国出现 当时被称为电视摄像机 在其20年后也就是1979年 纽约奥林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公共场所 安装闭露电视系统的城市 原有为打击犯罪 如今闭露电视似乎已成为公共和私人场所的背景装置 已被正常化 如果我们要识别闭露电视的设计逻辑的起源 我们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杰利米编沁的环兴监狱概念 环兴监狱的蓝图构建于1791年 也就是据首次公共毕露电视推出的两个世纪前 作为一种建筑类型 环兴监狱的设计概念是 尽管狱姐无法同时监视所有囚犯 他们的全景观中央位置 仍会使所有囚犯下意识地感知到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被监视 因此促使囚犯自我约束他们的行为 避免受罚 换言之 环形监狱的功能是形成囚犯的自我监督意识 在这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克指出 这种全景逻辑是则欧洲18世纪起 开始形成的社会机构设计与治理的模式 以全景逻辑形成的社会机构类型 包括监狱、学校、工厂、医院、精神病院等 这些机构兼容着被监督、自我约束与惩罚避免的逻辑 目标为创造屈服的身体 也就是训练人们在指定的机构中以规范的行为方式表现自己 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认受环境 例如对于学校这种机构而言 这意味着在教室中保持肃警 发言需要老师批准 默认老师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权威等 通过多年处在这种环境下 也就是在教室等管理人员的持续监督下 规范的行为与思维会变成习惯 也就是会被内化 在此通过多种社会机构的规范 即使踏出了他们的空间 人们仍会以规范的方式行动与思维 无需再被监督 用福克的话说 规范的内化是纪律性社会的核心特征 环境监狱的全景逻辑被内化 形成了社会规模的潜意识 好了 电幕、环境监狱 纪律性社会与圆环的关系是什么 请听下回分解 但在此我要提到的是 现实生活中的B路电视与B984里的电幕 可归纳于静止性的感测系统 也就是说 他们的监视能力受到了空间条件的限制 想想 B路电视与电幕 必须安置在街角、交通路口、办公室、住所等实体空间 像学校等社会机构一样 他们的管理者 比如教师、警察和狱警 都是有着空间局限的人体 埃格斯的圆环则表现了一幅当代化的纪律性社会 反映了当今空间限制较少 流动性更高的监视模式 与其相连的范围性监视偏执心态 也就是我们智能硬件普及与大平台化的数据时代 你好 我是子瑶 您正在收看《七分科幻》 此频道聚焦 科幻里的虚拟事物与其相关现实现象的联系 如果您足够喜欢此视频 一而关注订阅的话 请考虑打开订阅通知 以防平台偶尔的不可靠行 如果您有多余的钱 请您考虑在我的Patreon上捐赠赞助 这是对我很大的帮助 谢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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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赞助